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猫爽安姐 说到腐竹 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 特别是在吃火锅的时候 但是每次吃腐竹之前都需要泡发时间太久了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快速泡发腐竹的方法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泡发腐竹是很浪费时间的 那今天分享大家正确泡发腐竹 泡出来的腐竹不加生又劲道 首先我们将买回来的腐竹掰成小段放入盆中 大概5-6厘米左右 这样一来可以方便泡发 而且还能省时间哦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关键 我们放入的是温水 大概40度左右 泡腐竹不能用冷水 也不能用太热的水 用冷水泡发时间长 用热水泡发腐竹会导致里面有加生 而且会直接影响腐竹的口感 营养也会流失 倒入温水后 我们加入食盐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醋 搅拌一下 加食盐 水密度会变大 这样腐竹就可以迅速吸收水膨胀 白醋呢 可以使腐竹更快的泡发 然后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盘子压在上面 这样可以避免腐竹上浮飘在水面 所以盘子压住腐竹后呢 就会完全浸泡在水里 现在我们泡发3-5分钟 那么时间到了 我们将盘子打开看看 可以看到用不上几分钟呢 腐竹就泡发好 把腐竹捞出 这样泡发的腐竹是更加筋道 口感好 也省下了不少的时间哦 所以用正确的方法泡出的腐竹是非常棒的 不会出现那种软烂的 爱吃腐竹的朋友呢 下次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快速泡发腐竹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如果想看更多使用有趣的生活妙照 也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